Dedif 那当然我们主要是要做出底下的一个效果 几岁 N 那其实N通常指的是某一个公式或者某一个变数 不过在 那Excel里面他没办法用变数 他只能用公式 放上去 所以呢我们第一个先把第一个N做出 第一个N的话就等于什么 等于那个Dedif 一样这个Dedif要自己打上去 DIF 刮斧 然后他的生日 前面的日期 逗点 后面日期你打个Today 小刮壶 那这个意思是抓到今天日期 再给双引号Y 双引号后刮壶 Enter过的话呢 就会抓到他的年龄 44岁 那这个地方的话呢 44岁之后的话 可是后面我们还有什么呢 几岁 然后呢 N个月 又N天 那这个是一个字串 所以你可以 我的习惯是把这个字串呢 打在后面 不过特别注意哦 这个概念也要有就是 如果你后面 公式的后面要放一个字串的话 一定要加上什么N的符号串接 然后字串呢 一定是双引号 前后一定要一对的 你少一个都不行 把刚刚那一个字串呢 把它放在中间 这样的话就会有个字串 打勾之后 会显示出 比如说几岁N个月又N天 这样的讯息 那我的习惯是 再来处理N啊 N其实就是一个公式 我刚刚讲过 这第一个先用Y 再来YM 再来MD 所以第二个N的话呢 就是要放那个公式 可是特别注意哦 其实比较容易出错是 很多同学是这个N要如何 把它放一个公式 一请你把delive这个 复制一下来改 这样会比较不容易错 二的话呢 因为你要把公式 放在一个字串的中间的话 那当然你要有个概念 这个我想 一个字串是连续的 可是你要切开来 放一个东西进来的话 记得你前后一定要end符号 就是把这两个字串 如果要串接的话 那另外呢 它的双引号呢 一定是头尾 可是你把它切开来的话 变成这个头呢 要接这个 这个的话呢 要另外接一个 中间串一个什么endend 然后把公式再放进来 这样才会正确哦 这个概念一定要有 因为很多同学 这地方没有概念的话 那几乎你的公式做不出来 OK 应该可以 那我怎么做比较简单 一 先把N选取起来 先给我的习惯 我大概就背口诀 两个双引号移到中间 两个end移到中间 反正就先打 外面先双引号 然后endend 然后再把公式贴上 贴上之后的话呢 你就是在修改什么呢 修改这个y把它改成ym 然后你就可以enter或打勾 你会发现哦 44岁 因为他还没满嘛 所以他8个月 44岁 因为他还没满45岁了 所以8个月了 所以再过 那个4个月 他就满了 OK 没有 所以4个月 8月嘛 对没错 还有4个月 他就生日了 还有几天 不知道 没关系 再来怎么样 把这个n一样的动作 我的习惯 反正以后 如果你实在是 还是不太知道为什么 没关系 你就先背口诀 双引号两个移到中间 end两个移到中间 再把公式贴上 然后把这边改成什么 改成md 剩下来的 enter一下 有没有 所以8个月又14天 就是他的生日 那当然也可以倒数计时 有没有 他就是 对类似的概念 那这种做法 datev 其实本来是很麻烦的 但是datev 很快就帮你搞定了 因为我刚刚讲过 算日期最麻烦的是 月跟年 因为月跟年 将年有论年的问题 月的话也有论月 跟30大月小月的问题 那更麻烦 日比较简单 相减就好了 OK 好 那这个地方的话 我们就最后把它向下填满 就完成了我们要的结果 那再来当然 我们会衍生出VBA 比如说我今天 一样 如果要跟VBA做联结 最好是 这些事情以后呢 可以一键完成 不然要下这么多公式 如果说你资料要重来 然后要再下一个公式 你会想说 那以后 可不可以用VBA 直接一键完成就好了 那一键完成也许就是 我们待会可以做 插入一个 插入两个按钮好了 一个按钮 当然就是输出那个年龄 那这个地方当然 我这边好像还没做出来 那这边的话 其实在云端上 那我先demo给各位看 这个就是年龄 跟年龄清楚好了 然后有两个SARB 一样在VBA里面 那我先做 因为等一下细节部分再说明 插入一定 SARB一定要有个模组 你特别做 每一个反正你只要有个新的专案的话 新的Israel档里面预设应该是没有模组 那你要有SARB就要把模组先产生 再把SARB放进来 那比如说我今天这个做完之后 这个把它stemo给各位看 基本上就是一个年龄 然后呢在一个年龄清楚 那做法上 我想上次上课都有做啦 只是说各位熟不熟而已 然后我发现最后 其实关键还是有没有多做 因为这东西其实不可能马上学会 而且不可能马上熟练 所以你做当然没有我这么快 可是你会越来越快 工作里面当然会这些方法 相对的会快很多 年龄 年龄清楚 类似像这样 那你会发现 这个地方我要怎么样快速的利用VBA 一键帮你全部输出 这个时候你就会想到说 其实我们前面的VBA 各位可以想SARB 其实是利用 主要还是利用那个VBA里面的函数 而不是用Excel里面的函数 因为他们两个虽然很多长得很像 名称也一样 但是不完全相等 那不过这一题比较特殊 这一题怎么样呢 Dative这个函数非常好用 可是在VBA里面没有 而且几乎没有找不到一个 可以完全取代Dative的函数 所以这时候就麻烦了 可能这地方的话 但是我又要达到一键 一键可以输出结果的话 我们可能就要考虑 VBA的另外一个形式 就是我输出 我不是在VBA里面做好再输出 而是我如果直接输出什么 输出公式 这个公式就是 我把游标放在这上面 你看一下 储存格里面 其实就是输出一个公式到那个格子里 有没有 那又就是说呢 我根本我没有什么处理 我其实只是把什么 我之前做过的公式 把它放在VBA里面 再帮我丢到那个储存格里面 丢进去呢 它会直接帮你执行 就会把结果给带过来了 OK 所以这里的关键就是如何把你原来写的公式 直接输出到储存格里面 让它可以被执行 就大概是这样子 一样会有个清楚 所以请各位先试一下 先把这个刚刚讲的Dedive 特别说那个字串的串接 那个概念要很清楚 因为这个如果清楚的话 以后在处理任何事情上面呢 就会越来越简单 因为再复杂的公式 你也不用担心 所以你会发现有人写一堆公式 公式怎么这么长 他居然还可以执行证券 没错误 其实就是掌握一些要诀 如果那些要诀你掌握住 其实在复杂的工作 其实或者复杂的公式 应该都没什么问题